那麼還有一個朋友 他說的他們現在正準備買個房子自己住 因為自己是在貸款公司工作的 所以就用了自己的貸款公司 公司說要給他的利息是2.625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利率提高到2.875 然後給他7000塊錢的虧地去付手續費 算了一下大概8.5年就可以打平 想請問一下專家說 接受這個利率好不好 這個傀儡值不值 他自己在貸款公司工作 他還是有問題要請教 所以我們請劉總幫忙回答一下 好的 其實買房子大多數的人 他是選擇一個no point 他自己去付其他的手續費 拿的是最低的利息 因為他打算長久住下去 這個是以低的利息式為優先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在看 如果他的公司offer他 因為你是員工 有特別的待遇 offer你2.625的利息 我想以2.625的利息來看 現在可能他是申請的是20年的固定 因為最近的利息有一點提高了 那這個利息好不好呢 這個利息是算好的利息了 這個利息是算好的利息 那如果說是一般來說 你大部分的人在買房子的話 他是選最好的利息 然後做一個no point 那另外一個他公司又offer說 如果說你願意拿高一點的利息 比方說是2.875的利息 他可以給你7000塊錢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7000塊錢去付掉 一些你其他的 產權公司的費用 還有估價費 或者是一些文書處理費 這些東西的 這其實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那可是你就像這個朋友 因為他在貸款公司 所以他也很知道說他要算一算打平的時間 那如果這7000塊錢需要8.5年 8年半去打平的話 那表示他每個月其實他是多 這個0.25的利息增高的部分 他每個月其實是他多付了60幾塊錢的 那每個月本來你拿2.625 你可以少60幾塊 那你拿了2.875 利息比較高 我每個月可以多付你貸款 多付你銀行60幾塊 可是你要先給我一次7000塊錢的手續費的錢 幫我去付手續費 那這個觀念我們就看看他這個房子到底會在他手上 這個厚多久的時間 如果8年半打平的話 他房子3年就賣了 或4年就賣了 或是兩年就做重新貸款了 那他一次已經把人家7000塊拿走了 他只有多付2年3年或4年的每個月多60幾塊 其實他還是划算的 但是我們反過來 如果說他是住了10幾年都沒有送也沒有賣 也沒有做refinance 那他在8年半以後 他每個月其實就多付了這個60幾塊錢的payment 那他就是吃虧了就不划算了 所以結論呢 你如果不打算長久住 你就可以多拿一些credit過來 幫你去付其他的手續費 或是多賺些錢 但是我還是要就是提醒一下 如果說拿一些這些credit的話 你千萬千萬不要在就是半年之內 你就把房子賣啦 或者是做重貸啦 因為這些錢其實銀行他花了這麼多錢 到時候他損失的話 他一定會找人去把這個錢要回來 對 補回來的 對 補回來的 到時候不是客人比較慘 就是aging比較倒楣了 所以一定要維持 就是至少這個payment一定要付半年以上 你才要考慮要不要做這個動作 好的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嘉興代觀眾才 到了 劉彥秋 劉仲的回答 謝謝你 謝謝